今天的確定病例大概65,385人 那境外移入61名 落地採檢40 居家檢疫採檢21 死亡的個案 17 那本土的個案大概增加了大概12% 比起昨天 昨天落地採檢的檢驗1573人 陽性 的人數是40 陽性率是2.93% 那早上2個航班45人 那沒有陽性的人數 那本土的便利到現在是 今年 478,870人 那輕症無症狀的佔了99.79% 那中症的 中症的佔了0.17% 那今天增加了61名 那有4名 是由中症轉重症 所以中症總共增加了18加4 總共增加了 22名 那其中死亡的原來98人 今天增加17人 所以是115人 那重症現在占的比例是 0.04%